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上一件舒适的衣裳 或是当无法被治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让身心只剩下难以忍受的痛苦 到那个时候 您是否会想早点知道自己的病情 是否会想要自己决定如何被照顾 您是否曾想过要怎么活着 这些医疗照顾可以协助您继续活下去 却无法治愈您的疾病 也无法再改善您生活的品质 您可以想一想 您会不会也担心 治疗团队为了帮助您活下去 却因为无法得知您的选择 所以不能按照您的意愿照顾您 是不是有什么让您很担心的 您的家人及亲友 知道您想要的医疗照顾吗 当他们不知道 但必须替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您是否担心 他们会感到焦虑 矛盾 是否担心 他们因为彼此意见不同而争执 当您无法再为自己做决定 还有谁可以来替您告诉治疗团队 可以替您说话的这个人 我们称为医疗委任代理人 您找到他了吗 而他知道要替您说什么了吗 您可以跟家人 医疗委任代理人 讨论您想要的医疗照顾 什么样的生活品质 与生命状态 才是您想要的 如果已经不能拥有了 他们要如何协助治疗团队 按照您要的方向进行照顾 还有您有多爱他们 然后写下您的与你利益决定 为您一致爱 女约 爱的第一礼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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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接尼茜茜